口气猜猜看 口头肠有情感 气死薄薄了 N R E I 腰嗨哈 口才成了情话 60多亿的人口 我却看中了你一个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但是我唯爱的就是你 快乐汉语马上呈现 欢迎大家来到快乐汉语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韩江 来认识一下我们六位 聪明可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还有我们两位导师 我们的传道导师 摩曼老师欢迎您 解惑导师赵雨婷老师 欢迎您 大家都认识了之后呢 要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主题字是什么 这个主题字啊 有一位同学要给我们带来 有一天 有一只小鸡就是学校回家 他就走着走着走着 走着回家呢 他就有一个问题 一直都在困扰着他 他就问了妈妈 他妈妈听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很生气 对小鸡说了 爸爸来了 他爸爸就准备说的时候 小鸡就对爸爸不说 母鸡对爸爸说 你们知道爸爸说什么呢 这是什么表演都知道吗 这个叫做口技表演 口技表演 但是我看到那个 我可以试试抹放一下 你也会 可不是动物的声音 而是一种机器 注意了 注意了 厉害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很厉害 你知道什么机器 当然我知道是个电动车 对啊 我也会 我觉得我比他们两个的更好 这是一个老虎的声音 好 你们受到了穆雷的启发之后呢 把自己能模仿的都模仿出来了 对啊 好吧 我们同学们这么辛苦猜出来了吗 我们今天的主题字是什么 口 没错 口 口这个字 最初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摩曼老师 这是一个象形字 最初呢 只是头上再往上升一点 是这样的 那个升上去的是什么呢 人说话的时候 或者笑的时候 嘴角会有往上扬的那个纹路 所以最初呢 是把这个笑容都给展现出来了 那后来呢 随着自行的规范 那笑容没了 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口的样子了 那这个口有多神奇呢 我们来看一段小片 吃天生就会 也是人们一生的话题 而口对于吃 最大的作用就是把食物磨碎 让人体更加容易吸收营养 口还可以说话 很多唇辅音 如波 波 摩 波 都是由两片嘴唇配合完成的 不过很多动物都没有嘴唇 它们的口有趣之处在哪里呢 竹鸟的口像听诊器 在树干上敲几下 就知道树虫在哪里 蜜蜂的口像一根细细的管子 采集花蜜十分轻巧 压嘴瘦的口 布满神经像个雷达扫描器 在水中能够寻找食物和辨明方向 聚嘴鸟的口几乎和身体一样长 用途更不可小觑 可以随时调节体温 适应外界温度的变化 不管是人还是这个动物 这个口都有很多的不同功效 口它满足了人们低层次的需求 我们得吃 得喝 另外它还满足人们高层次的需求 谈恋爱 谈恋爱 重要的 你得谈 你要说不出来它也不行 但是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因此我们过去人讲修养 首先就要修口 北京著名的景点什么园呢 什么园 移合园 这个移字它指的就是修口 管住饮食 管住言语 说到这个口 现在一般我们说这个口和嘴 基本上我们都代表一个意思 但过去还不是 口是人的这个嘴 这没问题 但是嘴最初是什么呢 嘴最初是猫头鹰这一类的这个鸟 头上的那个毛脚 后来它由那个头上的那个毛演变成了指鸟的嘴 然后再往后演变成了也可以指人的嘴了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口和嘴是一回事 既然这个口这么重要就要来考考大家了 小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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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看这个嘴 因为它特别小嘴是吗 不是 不是 小嘴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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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桃头 像一个樱桃圆圆的 它说差不多了 应该是樱桃小口 穆蕾你好厉害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嘴巴比较大一点会更好 你喜欢嘴巴大一点的 对对对 我也喜欢 我觉得最大这个笑容特别漂亮 有点点点脸性 它就适合笑嘴用 对 脸性就适合大嘴 有时你的脸就特别窄 然后就你的嘴巴就特别大 对 不成比例 一笑起来 全都是牙齿 就睁着脸都是嘴 我们先说说这个樱桃小口的由来 为什么说的樱桃 对 为什么樱桃小口呢 跟中国的诗人的喜好有关系 其实这最早是出自白居易 自己自吹自擂 讲自己家的这个歌舞技 长得特别漂亮 他讲出了两个代表人物 一个叫樱桃樊肃口 就叫樊肃这个小姑娘 她那个嘴特别小 好像樱桃一样 另外一个呢 是杨柳小蛮腰 叫小蛮这个小姑娘啊 她的腰特别细和特别软 就像柳枝一样 所以后来这个樱桃小口 或者说这个杨柳蛮腰 这就成了固定的 我们讲美人的说法了 这里我要问导师呢 为什么是樱桃小嘴 而不是比如说草妹小嘴 在唐代的时候 樱桃还比较珍贵 南方讲就吃荔枝 本方讲就吃樱桃 樱桃宴和琼林宴一样 也是读书人进士及地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 用珍贵的东西来形容女子的嘴 它也是一种传统 樱桃是一年之中最早成熟的水果 所以古代尝心呢 尝鲜 就尝樱桃 给祖先祭祀的时候也用樱桃 那赏赐大臣还用樱桃 所以在中国这个樱桃本身就是一种 特别讨人喜欢的水果 再加上它又圆润呢 又饱满呢 又红艳呢 所以樱桃小口 那是标准的美人 那刚才我们同学们也争论了一番 你看现在很多人他都不同意了 他说大口大嘴好看啊 嘴小啊 古人认为比较年轻 比较身体健康 我们现代人有很多检查健康的手段 可是古人不一样啊 彩超 B超 CT X光 什么也没有 所以呢 他认为那个嘴小呢 就代表一个人的那个健康状况比较好 代表年轻 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中国古人他喜欢含蓄美 如果你嘴大了 代表你能说 这女人太能说了 男人hold不住 现在环境变了 社会变了 因此我们就不再纠结这事了 来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知道 那么快大位 这个是口头禅 就是有很多 不知道啊 随便啊 差不多 真的假的 因为很多人喜欢 没事就说这些话 这就是 这就是口头禅 男朋友和女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男朋友一直问女朋友 我们今天吃什么呢 随便 我们今天去哪儿啊 随便 好有经验啊 但是玩一学的 女孩子其实不太想去 你怎么会选一个这样的地方呢 其实很不随便 对 就是我 我的男朋友 他问我 去哪儿啊 随便 然后他帮我带一个咖啡厅 然后我说 我去 好 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口头禅 那为什么会说是口头禅 你们想过吗 那是不是这个跟佛教有关系 大卫总是不经意之间就说出真理了 特别对 其实这最早就是一个佛教用语 而且是禅宗用语 其实就像你说的 因为和尔念经 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经过深思 随便只要是人们说到这儿 他就立刻有一套东西说出来了 你比方说随便讲一个例子 最初问这个大和尚 说什么叫佛心 大和尚就说 砖头瓦块就是佛心 他讲是万事万物 都有佛心在 对吧 但后来这话可能讲熟了 那小和尚他根本不懂这个 你要问他 什么叫美女 砖头瓦块也是美女 什么叫帅哥 砖头瓦块也是帅哥 他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已经形成 就是随口说出来这种东西了 最后就成为我们今天说的那种 不经意之间挂在嘴边的话 那就是口头瓦 大家都有自己的口头瓦 有吗 吓死宝宝了 这也是口头瓦 我今次说气死宝宝了 我以前特别喜欢没事就说好不好 就对说今天回家的时候 我就再跟你打一句话好不好 然后就是明天就说好不好 而且你听到他说好不好的时候 大家整个声音都是有变化的 好不好好不好 对 我刚才听出来了 两位老师有没有这个口头禅 这得问学员呢 我也特别好奇我口头禅是什么 道理在哪 怎么都在 道理在哪 没事 职业特点 职业特点 对啊 我们又要希望跟人讲道理 不是说我以示压人 我说这个事情就必须你得听我的 而是我想跟你说那这个道理是什么什么 那对不对呢 这个你可以去选择 其实啊 吴欣说的口头禅 都有你的心理实际活动反应在里边 比如我们讲这个随便 人们为什么会说随便呢 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你请我吃饭 我不能问 同学你准备花多少钱呢 不能问吗 我点贵了 我说来两位金汤鲍鱼 还没上来呢你就心疼了 我点贵了你心疼 我点便宜了 我说来一份醋溜土豆丝 大家说什么便宜 所以我点贵了你心疼 我点便宜了我没面子 可是我又不知道你准备花多少钱 第一呢考虑到你的承受力 第二呢这个酒楼啊 它什么是拿手的我也不知道 第三呢你的口味在哪 我也不知道 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说随便就安全 模糊表达防范风险 这是人们的关系质量 和关系尺度造成的 这个口头禅不光体现关系 它体现那个社会背景 南方的女孩经常会说 你乱讲 北方的女孩说你胡说 口头上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你的感情状态 前来我一个研究生给我打电话 刚聊三句 我说你住嘴 我发现 你桃花开了 你谈女朋友了 他说老师你怎么发现的 一个谈恋爱的人 在沟通方式上 有以下三个表达特征 不自觉的 第一 说话都是短句子 有一种抢着望处说的感觉 第二 说话围着望上挑 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感觉 第三 说话在结尾的最后一个字 他还用感叹词 这三点都适合 它必是感情有问题 比如你跟韩老师发短信说 中秋节快乐 看 干爸爸一点感情完了也没有 怎么办呢 加感叹词 中秋了 快乐哟 你看感情就出来了 中秋节快乐 在刚才那个环节中 我们的六位同学 哪一位表现得你最满意 来 请给他们投票 三 二 一 停 亚木雷和大卫 两位学霸并列第一 大家都好用哪些借口 媳妇要生了 我得赶紧走 不好意思 我要陪老婆 我要健肥 快乐换语 下节更精彩 好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造剧环节 现在来有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来给我们造个剧 做个示范 台上的两位老师 刚才可谓是出口成章 我实在是心服口服 这句话太好了 谢谢 还有吗 快乐汉语这个节目非常好 我们会口口相传 让更多的人喜欢 这个也不错 口口相传 还把我们的节目给快了一番 相信我们的同学们 也已经领教了观众朋友们的 冤不得学识 看看你们造的剧 来 我们先来看朵朵的吧 每次约巴拉伙 他们两个一直有一对解控 你肯定约他们不止一次两次吧 对 然后我先约巴拉 说 哎 巴拉 我们一起去吃饭啊 她说 不行 我已经和欧巴约了 然后 好 行 然后 欧巴 要不我们一起去吃饭了 不行 已经和巴拉约了 但是你可以跟他们俩一起啊 欧巴 巴拉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不行 就是我们两个男生去吃饭 女婶不行 天哪 赵老师 您来分析一下 这两个男生的心理 先给朵朵挑点瑕疵啊 他俩一只有一对借口 一只 如果你真的觉得 帕拉和欧巴 按一只一只来算的话 他们一辈子都不会跟你吃饭的 应该说 他们俩一只有一对借口 一只 他可能想写的是一只 我们会发现身边总有人特别善于找借口 找借口在这个心理学中叫做归因模式 有人的外部归因 有人内部归因 猪八戒追不到嫦娥他会怎么想 第一 猪八戒会想 我真没用 我要不是猪好了 那猪八戒追不到嫦娥他还有一种想法 都怨玉帝 都怨师父 都怨吴刚 都怨那死猴子 就怨他们 要没有他们我就追到嫦娥了 另外呢 主要是现在呢 天下的审美标准没有变 都是人类标准 将来是我们猪类标准 它就会变 还可以找一些替代 天涯何处无芳草 没有你我也活得了 找不了嫦娥 找别人吧 高老庄还有高小姐 因此每一个人出了问题 都会找借口 我们不要否定找借口这件事 要调整一个合理的找借口的方式 我相信大家都找过借口 当然 就是跟朋友吃饭 然后突然真的要走了 但是也不好意思 就会我们奥地利人 会找一个比较厉害的借口 就是说媳妇要生了 我得赶紧走 但是问题就是 在给同样的朋友 一个星期之内说这个借口 他说你媳妇不是 前两天刚生的呀 那里就遇着了 对呀 你的借口不能老用啊 对 这个借口真的是最万能的 就作为男人 你一说不好意思 我要陪老婆 或者我老婆嫁我了 没有任何人就跟你说 那不行 你必须要留下来 大家都会反应是 好吧好吧 你先走吧 拿老婆当借口 对呀 那你呢 我 对 你这事 我没有老婆 老婆 那女生会拿什么当借口呢 我一般会说 我要排练 最近上课特别紧张 特别紧 压力很大什么的 我帮助你 改天我帮你 你再留一会儿 同学在等着我呢 没关系 我送你 所以丽达 你看这个找借口 一定要找比较厉害的 一定要找比较厉害的 我有两个借口 第一个借口 我说不行我要减肥 最近特别胖 然后快要路快乐好女 一上台就变一个大厨不行 今天吃完了再减嘛 不差这一顿 对吧 也不逼你吃 你可以看着我吃呀 对呀 你就要陪我 就行 我都会说 我减肥今天不吃 然后说那明天 我这个月都减肥 那下个月呢 看体重再说吧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 结构是 我生病了不行 这个好像大家就不能勉强你了 对 然后会说我发烧 嗓子痛 鼻子流鼻涕也不行 那我去你家跟你送药 对呀 好尴尬 然后有人家你来了 你就等下来假装就 没事 没事 然后我跟你说 好好你买给我那个衣精橙子 然后买了药 买水 买糖 买肘 结果他一看这个清单 就不要了 就不愿意 对 关键在于对方不会聊天 你说我病了 那我给你送药吧 对呀 你莫雷这种不会聊天的 你找不着我家 没关系 我导航 对吧 那你没有车 没关系 我滴滴 今天下雨了 没关系 我不怕雨林 这样就不好了 人家已经考虑你感受了 人家已经善良了 你就别挤对人家了 差不多就过去了 来 我们接下来看欧盟戏的 俩口子吵架 约吵怨爱 这是你总结生活经验得来的吗 对 是 首先解释那个口子 口子是我以前一直都不知道 就是说家里人 一般不说一个人 而是说以扣人 就是你家有几口 就是我们初级就是水平完全不懂 因为一个人嘛 那为什么突然说口 因为中国讲民以食为天 人只要活着都得张口吃饭 就是你这个人自带一张嘴 你才能成为一个人 所以管夫妻又叫两口子 然后这里关于哪个意思 那就是可以说大时期马是爱 吵得越狠 好得越快 吵架我觉得是不仅是婚姻 而且男女朋友之间都是需要的一个 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就吵架完了 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个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要么就是我们吵架完了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我觉得这期间怎么吵也都不会距离远 可能我是这么说 吵架根本就不是恩爱的基础 它是伤害感情的一件事情 那结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你们就有了孩子什么呢 会觉得相互 双方受不了 对不对 但是会觉得为了孩子 怎么得在一起也忍着 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怎么样 孩子长大了成年了之后才离婚 那是更惨的方法 生活人生都过去了 你说的太棒了 哎呦 我认为吵架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是不吵不解决这个问题 一直放在心里 一直不说出来 那就会距离会更远 管理学中有一说法叫合理冲突 就是我们要做的不是杜绝吵架 而是把吵架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两口子过日子很多吵架来源于 看对方不顺眼想改变 第二就是觉得不安全 要降低吵架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你要让对方有安全感 比如你回山东了 你媳妇问你啊 在北京拍了半个月的节目 是北京的饭好吃 还是我给你做的饭好吃 这时候呢有个标准答案 你一定要说 还是你做的饭好吃 逗号 在北京我都吃不饱 要命的是你刚说完 你就非常不争气地 打一格 就赶紧再补一句 你看饿得都打嗝了 然后你媳妇跟你说 那我给你做饭去吧 你跟她说 饿过劲了 吃不下去了 要不然受累给我倒杯水吧 自己倒水叫解渴 让她倒水叫表达感情 把拖鞋递给我 给我倒杯水 亲爱的遥控器在哪儿啊 这其实都是为了表达感情 然后你媳妇就跟你说 你看看你 连水都不回答 要没有我你就得渴死 这叫甜蜜的抱怨 还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问题的话 好 我们同学们又有话说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快乐汉语的快乐评论 今天我们有幸的 请到了五位评论员 言 耳 鼻 舌 脑袋 欢迎你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 口 近期研究人员的新发现 口成文五关中最重要的一关 我们来看一个小片段 现代社会讲究 赢 而赢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黄代表是有危机感 乐代表我们所需要的时间 背代表是我们的财富 凡代表我们需要一颗平凡之心 而口 饭在中间 能吃饭能喝水能说话能唱歌 能吹奏乐器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可见想成为一个赢家口 是最重要的 我很支持这个新的研究 我就是像我一样的吃火 特别喜欢吃东西 越吃越更新 越吃越利活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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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煮天机 我反对没有舌头的话 你还能够吃得出来 辣鱼的味道吗 你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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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头不是大舌头 就是肠舌肤 难道吃过就是 忍算当中的赢家吗 对呀 是吧 吃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你吃多了 不会赢 就会发胖 只看的世界太孤单 只听的世界太寂寞了 只呼吸的世界 精神上已经死亡 耳口的世界 可以沟通交流 解释无护思海的朋友 口用过了 就是用来吹牛 上唇 挨着天 下唇 挨着地 你到底想让脸搁哪儿吃呢 对呀 你呀 你说话的越多 你自己问题的暴力越多 没错 脑袋 你说吧 人生的赢家到底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们 我记得 人生 英家 就是一枝又欠花 遇到尴尬的是 怎么用口才解决 她的裙子的那个图案 跟他们戳布的图案 是一模一样的 幽默的方法 自嘲 连接一半 快乐汉语 下节更精彩 好的 刚才我们表演的都特别精彩 其实五关 哪一关都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们说的是口 这个口的功能是非常多的 甜言蜜语也是口 恶言相向也是口 还有实话实说是口 无中生有也是口 那我们怎么来用这个口呢 第一个点要讨论的就是口才 大卫 你来展现一下你的口才 来 夸一夸朵朵 这个地球上六十多亿的人口 我却看中了你一个 我觉得中国说时候 我觉得这个叫做特别怪 特别怪 哪里怪 唯一人多 我就找到你这么一个 两个意思 第一个 你特别丑 我一直看你 我最恐怖的人就是你 或者第二个 你特别漂亮 超级漂亮 我就爱上你 所以你觉得他刚才这个 不一定是夸你 对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口才 确实是一门学问 我们今天的题目之一呢 就是赞美对方漂亮 你看刚才大卫说了 六十多亿看中了朵朵 朵朵都不满意啊 那到底要怎么样 赞美对方才是真正的赞美呢 立达 你要赞美谁 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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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漂亮得很 我跟你在一起 我只能是个陪衬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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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两个人特别漂亮 前世间对女的比不上我们的漂亮 哎呀 哎呀 咱们穿个位置吧 对 刚才有吃饿在那里 看看 木雷在中间听不下去了 你怎么还可以啊 木雷来现在就不交给你了 你来赞美思琪 你怎么赞美她呢 你怎么赞美朵朵啊 你怎么赞美朵朵啊 我在你旁边啊 你现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吗 朵朵 这个世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但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思琪 好 满意 答应我了 其实你是全宇宙最帅的 真的 初来没见过 不仅仅是这个世界全宇宙都最帅了 那肯定是 眼光太好了 他中间假了一个真的 代表什么 代表假的呀 不 没关系 我心里现在很舒服了 所以我不会去考虑这些 赞美都挺好 但是呢就是失之于直 失之于漏 你太漂亮太直了太漏了 中国人其实很会借力打力 间接赞美 钱中书先生曾经赞美 杨将女士 他没有说杨将好得不得了 他说呀 我没有见到她之前 从来没想过要结婚 我跟她结了婚之后 我从来没有后悔 而且也再不会想到跟别人结婚 你看这借了多少人 来夸这位女士 那这位女士 怎么不会爱这位先生呢 我推荐大家一方法 叫做礼花原则 第一 它必须每一个礼花的小伴都漂亮 整朵礼花才漂亮 这叫具体原则 赞美别人越具体越好 第二 拔高原则 礼花放得越高越漂亮 第三个对比原则 在黑暗的夜空中对比才漂亮 第四 观众原则 观众越多越漂亮 好 我用这四大原则 来赞美赞美朵朵 朵朵有会说话的眼睛 和玫瑰花一样的外貌 然后她一出场 满天的星星都为之黯然失色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向游欣医生 有这样美好外貌的人 一定有更美好的心灵 面对这样美好的心灵 我们觉得 仿佛置身于春天之中 我相信在座每一位观众 和我一样 都会有这种特殊的感受 老师 我们吃酒好了 我们吃酒好了 没关系 刚才我们学了 两位导师的这个口才 我们马上来看看 我们的第二道题目 面对尴尬局面 如何用幽默化解 我身边朋友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她谈恋爱了 然后她的 钱包没带了 不是 不是 她的女朋友 是过来她的家见她的父母 然后她就是买了一个裙子 然后特意为这个约会而买的 然后到了那边 跟父母见面的时候 发现她的那个裙子的那个图案 跟他们桌布的图案 是一种我一样的 这可怎么办 后来她就自嘲了一下 她就说 我就是更适合你们的家 自嘲 我觉得有时候自嘲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幽默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自嘲 第二种是连接 第三种是意外 你举个例子 我们学校搞了一项目 在我们一个分校区 校区特别破 我们把合作方都请来了 那既然咱们要真称合作 你得介绍介绍吧 合作方张嘴第一句话大家就尴尬了 合作方说本来满怀希望 结果来到这个猪圈一样的地方 然后呢 我马上就用了一下转移 或者是解释的方法 我说最鲜艳的花 都是从粪土里边长出来的 在这样的地方 我们才有前进的动力 接下来轮到我们领导讲话 我们领导说啊 这个项目三起三落 每一次启动都受到打击 就觉得生活是一个大巴掌 啪的一下 劈头盖脸打到我们脸上 你是主办方 你说这种泄气的话 那轮到我说的话呢 我又给他补了一句 但是呢我们觉得 关键不在于生活怎么样 在于我们自己怎么样 每次这个大巴掌 拍过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脸迎上去 啪的一下 那就是打击 如果我们把手迎上去 啪的一下 就是鼓励 哇 这个转化得特别棒啊 我们讲的口才是习惯 就是你世道林都说 我今天要拿出口才 口才不像牙膏得应急 口才像山里边的泉水 是自己冒出来的 这口用好了 确实可以缓解尴尬 解决问题 但是口用不好了 却会走向反面 这就关系到一个口得问题了 以前和我的很好的那个 我以为她是我的闺蜜 但是我们吵架了 然后我听到了很多很多话 我以前不知道的 为什么你没有口得 据我身边朋友的经验来讲 就是这个人分手了 然后就是开始向我抱怨 我以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不好 我怎么遇见的都是不好的女朋友 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你分手了以后 要么说好的 要么什么都不说 宁可不说 对 对啊 我觉得不应该说这个 结束了就结束了 你说的这些话会让你开心吗 对 会让这个事情变好 而且你要想想 你万一你遇到新的男朋友 或者新的人 你老说这些话 这个 很尴尬 他就觉得 他怎么这样说 他前男友或者前女友 那个人还是你 当时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人 那你现在还说他不好 那你意味着你当 你有问题 就是对 你有问题 你跟自己有冲突 也是否定了自己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还是修炼不够 没到君子 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夫妻之间也是一样 男女朋友也是一样的 断归断 但是呢 话能说到什么尺度 这个一定是要自己把握的 举一个例子 就是卓文君 她原来是一个富家小姐 司马向儒呢 是一个穷小子 但是呢 司马向儒呢 用弹琴的方式 打动了卓文君 然后呢 司马向儒也 后来呢也发迹了 就开始三心二意了 这时候 卓文君 她仍然表态表得特别漂亮 她就给这个司马向儒 写了一首诗 叫白头银 挨如山上雪 角若云间月 文君有两意 过来相绝绝 感情应该像山上的白雪一样 皎洁 角若云间月 应该像云中的月亮 这么皎洁 就是感情是不能掺杂志的 我听说你你有二心了 所以你也不用说别的了 我就来跟你离婚来了 离婚后来要说一句很重要的话 她讲啊 七七夫七七 嫁娶不需提 愿得一心人 白头不相离 出嫁的时候不需要提哭 你只要遇到一个跟你始终一心的人 我其实当初也是这样憧憬的 但是现在呢我失望了 也就是说司马向如对于她来讲 其实已经没有魅力了 这就是分手最好的一个态度 说话是要有界限的 同时是要有分量的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结局是司马向如知道 自己差点丢掉一块金字 然后又跟卓文君 恩爱地生活在一起 就很多人 没法从痛苦中走出来 通过否定对方 给自己找心理平衡 这是不对的 这件还有更高级的 找心理平衡的方法 可有两种思维 一个叫幸亏思维 幸亏我们分开了 一个叫下一次思维 下一次我就注意了 当你想幸亏 想下一次的时候 你第一方面解脱了 一方面呢 状态也改善了 我们两位导师教了我们很多 什么时候该说什么 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 相信大家也都掌握了 马上进入隋唐大测验 我们第一项呢 叫人体拼字 我手上呢 有两份字的单子 你们可以抽 抽完了之后呢 把这里面的字 用人体和这个口字 一起来拼凑成另一个字 让观众朋友们来猜 好 我们选左边 准备一下 讨论一下 那是谁啊 谁 那是谁啊 他去不去来 他应该去不过后边 OK 我们先做第一个 你们先做第一个 好 红队来展示第一个 观众朋友们注意看 什么字 甜 人出来了 出来了 伸 伸 伸 好 对不对 对 伸 恭喜 下面轮到蓝队了 好 我们 我的 这个 好优美 那是什么 什么字 美 尺寸的尺 尺寸的尺 那边还有一片的没有 尺 尺 尺 什么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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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尺尺尺尺那边还有一片呢 对 是 没错 来 闻到红队了 红队先来 还有 那我们得换一个 什么字 这就是有 有 对 非常好 好 蓝队 你们干嘛不把力达抬起来 能举起来吗 我没那么怕 上的 对 好的 快踩 快踩 什么字 快点 打算说 有人知道吗 月 对 好 没有难度看来 是你们太聪明了 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来 观众足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预备 开始 等一下 什么字 白 白 对 哇 太棒了 来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是这样 不是等一下是翻过来 等一下等一下 翻过来 好 对 什么字 这下面应该是什么 有人猜出来了吗 没有人猜出来 五 稍等一下 四 三 二 一 月 一个月的月 是 所以 这一轮获胜的是 红队 好 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二轮比拼 好的 我们第二个环节 叫涂口红答题 一位同学是蒙着眼睛给另外一位同学来涂口红 涂得好的那一对就有答题机会 答题的两位同学已经站在我们的台子上面了 准备好了吗 没有 拜托你 好 女辈子开始 好 前 对 天 集手 对了 对了吗 另一个方向 另一个方向是哪一个方向 上 对了 又 对 索珊你有点故意 可以了 可以了 再绕一次吧 好的 停 来 扭过头来 加丑 我觉得 我觉得已经不用评判了 是吗 觉得蓝队图得好的 我们就用这个手势 觉得红队图得好的 我们就用这个手势 来 请开始 来 穆蕾获得答题机会 我们看一下题目 给 请给以下绕口令 加标点并读出来 是不 是灵符 只是 是团 标点符号呢 对 马上 是团 十连长带 不 不 不帮我是吧 好吧 是不是 四零部 千一把 逗号只是四团 十连十连长带 逗号 四十人在十日四十四分 这是什么呢 暗时到达师傅 逗号 四零部 市长召开 什么队 实施大会 对不对 不对 不对 好的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这是谁会传出来的 好的 来 我们现在轮换一下岗位 预备 开始 往上 对 好 找到了 找到了 往上 来 往上 往上 对对对对 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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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左 我左 你别舒服 对罗 我右 都是 太不错 这一个 干吗 我 很不错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是 这女孩子花了吗 来 我们看一下 你过来 你看我 这是 真是 没错 你 你看 你好像我花的脸 我来 同样的 如果觉得蓝最好就这个手势 如果觉得红队好的几个手势 来 请举手 好 好的 观众的眼睛是血样的 来 我们穆蕾准备答题 口语五官搭配可以组成什么成语 任选一个五官搭配 如果蓝队答不出来 我们给红队一个机会 不 三 二 一 一 来 我们给大卫一个机会 木灯口袋 好了 还有最后一轮 来 准备好 预备 开始 这个连在这儿 往上 好 对 往上 好 对 我是一个奔杀奖 奔杀奔铃枪 特别美 好 好 来 停 好美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同样的 这个手势和这个手势 来 请举手 来 我们看一下 利达提获 以下口语对应的书面语分别是什么 压根是根本 根本 大概 站边 站边是大概 大概 纳闷 奇怪 奇怪 3 2 1 掉筋豆子 好了 时间到 那这样吧 那个朵朵你把他们说不出来的那一个 对 掉筋豆子说出来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小信心 六 六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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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导师 对 他们回答的对吗 对 掉筋豆子 纳闷 简生 奇怪也行 可以 是吧 也行 我认为低毛 沾边和大概 他刚才说的 他说的应该就是指大概其差不多那种意思 大概其差不多 我认为也可以 也可以 压根从来根本 这个都算对 好的来 我们请导师来决定一下 他们对刚才答 基本答对了三个 我觉得给两个星星吧 同意 好 同意 谢谢老师 好的 所以现在来数一下你们手中的星星有多少 八个 八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 也是八个 好的 我们今天同学们表现都非常棒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的给力 来 最后一轮投票 拿起你们的投票器 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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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 四号 三号 三 二 一 好的 那我们本场的人气学员是大卫 恭喜 好 谢谢我们两位导师 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我们的同学们 我们下课了 拜拜 我们下词